一 二 三 侯友宜拼路站回防本命区新北市 淡水拜庙 战车扫街 侯友宜加油 尽管这一天寒流暴到 淡水只有14度 但民众热情不减 为了减少维安特勤的辛苦 侯友宜自请维安规格降级 这里应该要高过候选人头部的 战车防弹玻璃 侯友宜都要求高度改道急凶 希望与民众有更多互动 能让自己的民调再更上层楼 借着本命区的人气 胡友宜在端青年政策牛肉 在学生及毕业开始还学贷的年轻人 利息皆由政府补助 并放宽学贷申请资格 从现行的家庭年收入120万以下 放宽到150万以下也可申请 兵家避震的青年票全力抢救 再搭配党中央助攻 党主席助力伦宣称 胡召配民调已经黄金交叉 超车赖消费 却被赖清德批评 是半夜吹哨的状态 你说我夜间吹哨 那我们就来看1月13号的结果 蓝绿激战真的是要等到1月13号才有结果 继续为李渔城一家切 节目播到 中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